很多人都觉得林韵作为新女郎是长相气质最不合的那个 但其实新野选林韵也是有她自己的考虑的 别的不说 林韵拍照看起来真的是小仙女的那种长相 这是林韵参加美人鱼海选时候的照片 这么多女生几乎是一眼就能看到林韵的 即使她蹲在照片的右下角 但是还是很突出 在一大堆女生中林韵有些圆圆的脸 但很眨眼清纯又妩媚 笑起来刚刚好的好看 看还选时期的林韵 真的有看出当年第一次见黄胜衣时候的感觉 清纯居多又有独特的美感 光论表现力的话 林韵真的是很好的 这是美人鱼上映前的海报 已经很有女人的舞内感了 而后期美人鱼上映的时候 说句实话 除了演技稍有欠缺之外 颜值真的是够的 有小美人鱼的那种清纯无邪的感觉 不得不说星爷的眼光还是很好的 能选中林韵肯定是因为星爷也看出她身上的特质了 后期出道之后的林韵 有了化妆加上穿衣打扮的包装之后 真的是怎么样都好看的 本身林韵的长相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脸 很有特色 可能有的人审美不同 第一眼见林韵会不觉得她很美 但是你不能否认她确实和现在满荧幕的整容脸不一样 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的 现在娱乐圈最缺少的或许就是这份不一样吧 有的女星拍完杂志照 一修图 修完图几乎是谁都看不出来了 一张照片 我能找出起码四五个人的脸 大家都整容都修图 还分得出谁是谁吗 像林韵这样的女生 虽然你不一定觉得她有气质 不一定喜欢她的长相 但她确实与众不同 或许也就是这份与众不同 才让星爷选中了她 周星驰的眼光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多年的星女郎 从莫文卫朱英到黄胜一张雨起 都是各有风情的大美人 星爷的眼光应该是没错的 希望林韵也能够更加努力的演戏 不要光靠脸 要靠自己的演技 也能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能顺申 scr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盒平西门